孙以沙教练现身世界杯张仪宁果然没说错 刘古梁这回没有白等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目前孙以沙的情况 我们知道现在国评参加完视频赛之后呢 已经是正在参加下一轮的比赛世界杯 那这一次WTT世界杯是在新加坡进行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其实也是势在必得的一个比赛 毕竟呢其实本年度已经是即将要结束 那么其实打完这次世界杯之后呢 如果说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本年度的任务已经是圆满完成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么多的一些主力当中 尤其是孙以沙呢可以说是最备受关注 因为在此前视频赛当中啊 他也是非常遗憾的 错失了这个女单的金牌 让不少球迷都觉得非常遗憾 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啊 当时呢孙以沙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而且尤其是因为呢 他这次之所以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呢 那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此前的主管教练 是正式啊离开了国啊 这个国评大队伍 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原因呢 没有能够一级跟随着孙以沙进行备战 所以呢才会影响到孙以沙最近的一个状态和实力 才最终导致他丢掉了这块金牌 所以很多球迷之前也都很期待说刘国梁这边呢 能够在一定的意义上给孙以沙这边呢 再派一个主管教练 将一来其实对整个这个孙以沙的一个实力提升呢 估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啊 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 那么张一年呢 其实也提到孙以沙的整体一些问题呢 也是因为啊 他的一个状态起伏有点大 另外一方面可能在气势和状态上面了 那么气场上面根本就压不到对手 所以呢其实也最终导致非常遗憾的 以威劣的一个劣势输掉了比赛 所以其实啊 上一年确实没有说错 那么目前的也说出了孙以沙这边的一个问题 他确实啊 可能在整体的一些气势啊 包括对对手的一些震慑上面缺乏一定的一个气场 所以其实这一点问题呢 也非常值得刘国梁这边的去重重视的 那么还好 其实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随着孙以沙去进行世界杯的一个比赛 一个主教练也就是陈启我们知道那么陈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曾经也是被称为杀手级别的一个球员 本身的打球非常凶猛 而且气场是非常大的 那么由他这样的一个男拼教练 那么来进行对啊 孙以沙整体的一个训练就是一个那么备战 包括一些训练安排的话 其实是非常对的 那么也这样的一个安排的 恰恰也就是啊 正对应的之前张艺琳提到的 孙以沙的气场不够 所以其实陈启 如果说在之后掌管孙以沙的一切主管 得工作的话 那么其实对孙以沙整个气场的提升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其实对他的一个技术的提升 那么就更不用说了 毕竟的陈启曾经也是一个非常出色 完美的球员 那么由他来进行一个训练的话 相信对孙以沙的整体 整体的一个能力提升呢 也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这次刘国梁确实也是没有白等的 也终于等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孙以沙的一个球鱼 而教练 那么对孙以沙来说 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呢 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他能够在陈启的一个带领之下呢 证明自己在总决赛当中 把这块金牌给拿回来 相信对很多球迷来说呢 也都是一个非常众望 首贵的一个结果 所以最后也非常希望小魔王能够好好加油 好了本期的量载聊球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